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樹齡 有馬爾 贏者 開始今天節目前 先說一下 好像有些人問 你是不是道歉啟示 我的道歉啟示 我知道你們都在怪我 我們從來都沒有答應過任何事情 沒有人說過年來都會搞的 不,好像上年說今年會搞的 搞六次的年終聚會 我們今年就 有六次嗎? 有六次 不過有一次就不是年底搞的 是的 我們的年終聚會 今年12月我們就 會不搞的 不是不搞 其實不是不搞 應該說 我們正在用的是農曆力法 農曆力法已經是11月 還未結束 還未結束 結束之前 即是我們新年前搞定它 你這樣說 如果我們新年前搞不定 其實是很嚴重的 以上而浪只屬於掌老的 都是全死之末所為 關我什麼事 主要是 去年都已經有感 我們的活動 玩得太多次了 但在現階段 各位主持都很忙 其實最主要是我很忙 大家都有提到 是否照顧上年這樣玩 但在我本人極力強烈 要求不好的情況下 大家有沒有其他新的想法 不是 我有說過 你有說過什麼想法? 我說他廢話 真的 你說友台 怪話 你當然想不大 不要緊 我們永遠懷念Thomas 暫時日期未定 我們預計可能都是 或者會1月 或者會2月 或者會是Easter 最主要就是 看看各位主持 其實我們都想就回 我們永遠懷念的鏡花出現 鏡花回來了 人家未死 你肯定他會回來 不在意不等要回來 對 人家想要梁振英呼籲 要向外發展 看他會不會成為澳洲人 你想說澳門 就是我們全部疑似澳洲教 啊 多謝 多謝夜人者 多謝 我不介意 那次的年終聚會 只有所有主持 如果在澳洲教的話 長情就再留意 大家一定會知道 年尾就不會有 年尾那天 大家就留在家打機 或者約客人出街 好了 今天我們說什麼 算不算正經 其實也算 主題很有心意 其實這套 跟我們正面思想片 是不是跟我們的聚會也有關係 這個是日後的聚會 就不用在現實這樣搞 在虛擬那裡搞就行了 就是開房間打機 開到星球 你戴頭盔 開部主機 連上網 虛擬實機就可以了 那我們今天要說的那一套 就是一套劇長版的 Ann加加這個東映合作的 諾言追訪 又是虛淵 虛淵這一年 其實是很頻密 我們其實都有些擔心 他的作品平安水平 其實是有少少跌了 不是你 會不會因為 跌了很多年 你純粹是對他期望太高 所以這套劇出來 我不覺得很差 這套劇不是覺得很差 我真的不是覺得很差 所以我就說 你水準結架的意思 其實是不是你們對他期望過高 不是 或者你認定他想看他某個題材 但他寫出來寫你一件事 其實發覺 我來吃以辣力賽 你師傅都做一個引路賽出來 那你便有些 不太滿意 不是他又不算不對版 純粹是好像沒什麼驚喜 反而其實虛淵 虛淵腳本裡面 寫這些短篇的 其實是更加 短短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 去拍攝的故事 虛淵其實是很強的 我相信真的 在當今裡面 其實 我想正確一點說 以他那個 最近的專訪都說過 他出道的 以這個十八禁遊戲出道的 就是那個腳本 而且他寫的早期的遊戲 其實都是一些很少支線的故事 基本上那些支線是 因為有支線 所以有支線 在某程度而言 他的Ending是很少的 純粹是斬了支線的故事 其實他寫短故事 你說有一首 就不單止體現回 在他那個動畫 本身做一些一季的作品方面 反而就會說 其實他本身 最早出道的 為人所出名的那幾套作品 其實全部都是跟類型類似的東西 都是一些比較短篇的 很快完成的遊戲的東西 譬如有不同的說法 有人會說 《沙尼之光》也好 你說是鬼混蛋也好 都是一些 一晚就可以看完一條線的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 你可以對應回 如果你要做一季動畫 其實有一條對他來說 是有點過利的 我反而會這樣說 虛淵通常寫一個故事 他都是會 整個世界 他會去自己做一個建構 他不是一個我們認知本身的 一個意識社會 他會架空整個世界 他會建立一個新的世界觀 在短短的時間內 同時他拿捏到 就是故事的推進 和不是世界觀 他會告訴你 大致的形狀 是什麼 他大概有什麼規則 他裡面會有什麼特色 他不會花很多時間 不會在動畫上 花很多時間去展示 他的世界觀 他不會像有些作品 大家都知道 會花一集去說 他會說 這個世界 其實是這樣的 聽完之後 然後告訴你 其實這個故事 跟這個世界 其實沒有關係 甚至是諸葛開口供 都沒有的 甚至乎你看完那裡 就要你猜到 工方出的設定集 鬼死禁後 你才可以明白故事的 絕對不知道 我們經常說 我們看動畫 你不可以 一個人 幫你刨拋 你周邊不同的設定 你一定在動畫裡面 去講完所有 你想表達的東西 而那些周邊設定 是給什麼呢 更加想更加了解 這個故事的人 可以拿得更加多的趣味 在這些周邊的資料 或者周邊的產品裡面 去得到的 其實 你在說那些 是近年所有 輕小說作品的通病 很明顯 可以這樣說 其實 或者甚至乎 是那個改編的功力未夠 甚至是 很多人都會做一些 就是 一個作者是說 我認為你知道 即是他認為 是覺得很理所當然的東西 但其實是一點都不理所當然 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你怎麼會覺得 這件事是你所當然的呢 即是什麼 屌羊龍同仁 同仁那些就算了 講回樂園追放 故事其實就講 全世界98%的人類 已經 數碼化 已經成為數碼暴龍 這件事很有問題 究竟 你怎麼視一件事是一個人呢 其實他整套作品 他中心思想就是 說夜行者 剛才說的 何謂人 其實是 其實這個是很早期 他幾套作品已經寫的東西 Exactly 因為其實虛淵 其實一直是 某種意義上 他是有些反社會主義的 其實他是 他每一套作品 他都有流淚出 他這種特性 就是說 何謂社會 何謂人 這個其實是 他最擅長的 也是 他經常會見到的 在他的作品裏面 就算你今季的 其實 樂園追放的某種意義上 那個 所謂數碼化 這個 所謂樂園的 這個世界 其實是等同於 就是西比斯系統 某種意義上 他是 他是同一樣東西 他是一個很理想 很系統性的系統 對 甚至 這個就是 Psychopath 第八 第八代 這個故事來的 對 就是 這個故事 已經有98%的人類 已經放棄了 他們的肉體 追求精神上的 進化 加速世界感 整個空間 還沒知道 就算了 在上面所有的人 就 脫離了肉體的限制 就是說 可以完全發展 他個人的精神 什麼人扣女 無分別 你說一開始 精神上扣女 在我們以後的肉之肉 的角度 那些叫做 柏拉圖式性愛 噢 不是 你應該說 用光田那種 對窄的說法 就是 對影像有極度 進化的人 次一代的人類 你看 他就是進化精神的狀況 找個虛擬 對窄 簡單來說 有98%的人類 都變成所謂的窄 應該這樣說 人類進化的最終境界 就是 有98%的人 都是窄 這麼大 在這個故事的角度 你看到 人家搭生 都是找個身材好 話說他是不是是個精神 都是找個身材好的 在前面 都是找個身材好的 連肉體的水平 都是很對不起 真的 問題來 在他們的生活年代 肉體這件事 對他們是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他們甚至覺得肉體是多餘的 其實 肉體是不需要的 等於你去玩一隻RPG遊戲 或者任何類型的遊戲 你去選擇 哪個角色的攻略 你選擇哪個角色的代入 你不會想那個角色 咦 不是喔 他的身材好嗎 不會的 你是想 你看到那個畫面 那個玩家 那個形象 你不會想那個 好老實講 那個是在於我們 我們觀賞的角度 可能對 一開始 搭三馬 安哲尼 那個男性 其實他們看到一大堆 這堆零一很棒 我們不明白 我們不是一個數碼化的人類 你怎麼能夠明白 零和一的組合 達出來的魅力 對 他都說他真的很好 不是 他的數據量好很多 即是甚麼 你要加餘費 你當這樣 講事 他用他的眼睛說 這條女的戰鬥能力很高 即是說 他的容量達到5T的境界 哇 真的很厲害 是5TB的境界 但這個比別人來往 多的數據量 應該越重才是 那個人 重是重 你買一些位置 精神狀態 哪有重量 沒問題的 然後故事一開始 就是有人入侵了 這個樂園的系統 做一些廣播 就好像宣揚一些 反樂園主義的 反而有社會機制 就是告訴他 他的宣傳就是 人類就要開拓 這個新的外太空的領域 我現在徵求有志之士 一起加入我們 Double O 好像愛爾蘭的國王軍 你要明白 當你看到水島正義 你看到就是有三目真一浪 再加上神國豪市 神國豪市就是Tierry 有你瘋子混淆 然後丁公就是什麼 你看到就是 其實這方面 我是不會怪阿虛淵的 因為女主角 掛著兩個GN driver 在她的空前 其實我覺得 根本那部是一部Double O 你看到最後 名單有一個 叫你瘋子的人 所以我覺得 這方面 一切都是水島正義的錯 故事也說到就是 為了追捕這個 所謂的托方者 Frontier Set Angele就被派到地上 不是 是一班人 包括Angele 他們派到地球 去探索 尋了 找人出來 找人 但Angele又想爭工 於是設個體制 16歲 提到地球 一開始 其實你都在那個位置 教到肉體年齡 年輕一些 然後就去地球 其實一開始覺得 那個好像沒什麼意義 肉體的生成時間 就是那個好像 我們一開始看來 是沒什麼意義 純粹說 一落對 然後三目跟你說 野狗跟你說 原來你好羅里 不是你好羅里 還是他好羅里 大家都認爲 大家好羅里 這一種東西 一開始以爲 只是一個搞笑 或者是 Angele是純粹說 他本身的性格是很豐盛的 在一開始 就算是教育體年齡 我們其實是未知道 除了Angele之外 他是有派其他的執行官 下去這個地球裏面 執行同一個任務 一開始我們以爲 只是派他 因為那個人就是 有三個 好像神佛一樣 很沒有品味 其實是 你不要理會神的品味 跟人類不同 都不知道 這不是人 都是個腦 這可能是 西魅士雅雄 是三個 一個佛教 一個一個 一個宗師的人王 一個宗師 你記得一個像印度背景 一個像天竹的背景 一個像天竹的背景 應該是印度 去到最初這一節 其實他還沒表現到 他帶來了很多的謎團 直至解謎團 其實就是 當遇到野狗 即是三木的角色 的時候 他就開始把 樂園的世界 跟我們現有的人的世界 對比究竟是什麼 他就 開始逐步逐步說出來了 首先就是 樂園的時候 跟著就 樂園評定野狗這個角色 就說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人 即是他是執行官 其實他是 不要這麼說 別人會被人 所以我一直看這套 我根本是當他一套 是一套 不要這麼說 一定會拿槍被人射 他也有部機器人 其實他 是廢鐵來的 壞了 在開頭的時候 他評定 野狗這個人 其實他是一個很優秀的人 包括做開小差 但是他是一個 麻煩人 他是一個很任性 但其實一直都不理解 他一個這麼優秀的人 為何不選擇去送貝化 應該說 這個案子 當 安吉利和野狗 去遭遇的時候 他們兩個 其實是 所謂這個 兩個都被定義為是人類 但是他們 在走兩套不同的價值觀 在安吉利來說 肉體這件事其實是沒有用的 其實是 為何還需要肉體這件事呢 即是說 既然人類已經可以進化到 已經不再需要肉體 只是需要用這個科技 將自己的人格數據去保存了 他就可以得到幾乎是永生的存在 甚至乎 如果是數據化了之後 其實他要肉體有多難 對他來說 是超出了所謂有肉體的人類的限制 他可以做出很多 就是有肉體的人類做不到的事情 即是你看到 就是突然間一個人這樣說 我可以把我的肉體 突然間變成十六歲又可以 二十歲又可以 他喜歡怎樣都可以 還有就是說 可能他好像真是matrix 他可能就是說 下載一些程式 進去那個人格數據 他真的可能突然之間 失白科目是樣樣精通的 所以就說 你去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肉體其實真的不太重要 你需要肉體的時候 你隨便下載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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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早期也有說 肉體有很多麻煩 例如故病 身頭病死 那些肉體受的 數據化後 他有一節說過 其實他們都會生病 但因為科技太優秀 他有一部隨身的醫療機器 那是建基於 當他們要再用肉體去執行 某些行動的時候 是輔助肉體 其實是輔助那個肉體 其實是 正常的 炸到家人出門口 不用肉體 你不會生病的 在那個數據化裡面 是不會生病的 但他應該會被這些 什麼電子蟲 什麼千年蟲 那你說到樂園是很高科技 其實樂園為什麼要派 這班這樣的搜查官 在地球裡面 就是因為他發現 有人凌駕於這個系統 可以做出一些 就是他們 一百八十多次 攻擊 但是 叫做他沒有意 其實 託方者沒有意 去做那件行為 不是他對樂園來說 他覺得 這個危險 或者這個叫託方者的人物 還是組織的東西 是有能力輕而易舉 是要將他們去破壞 其實是架空 甚至乎是 樂園才恐懼這件事 所以才派這麼大量的人手 下來 很正常 例如你剛才所說 我們人家不會生病 因為防火器很厲害 但火災人家是廢的 人家可以任不任出的時候 你發覺 會出事會 那個伺服器 就叫做樂園 其實樂園的 其實是無憂無慮 無論病痛 生與死 其實你是不需要太擔憂 他那個名稱 已經是給了一個 好像很美好的想像 真的完全是一個烏托邦 他是一個 地上鄉 的存在 所以對他 對Angele來說 就是 這個所謂的地球 其實地球真的沒什麼用 他也說到 地球人 你剩下的2% 其實是等著被滅亡 你回到地球 空氣很骯髒 很辛苦的人 你見到生活上 你會差好一點 我駐大城市 回到鄉下 什麼都不方便 他感覺上 他覺得人的最終目標 就應該以樂園為目標 嗯 而故事裡面 也看到 野狗和Angele 其實在他們的行為 或者是他們的 嗜好習慣裡面 也看到他們的知識裡面 就是 樂園會過濾一些 樂園認為沒有用的資訊 不值得傳承的一些 東西 他們就會把它拔掉 樂園的人就完全不知道 不會有那樣東西的素材化 正常啦 空間有限 大哥 你塞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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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樂園是一個自由 就是你可以 想到他之後 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 你的自由 是一個被規範的自由 你認為你自己的自由 可能就是 像Angele說 他一出生 他就根本不知道 有這件事的存在 而一開始就已經被人壓殺了 他們甚至連了解他的機會都沒有 我覺得他是好定位的評定 也不由他們定奪 是由一個叫樂園的世界 他純粹是一個系統定奪 那樣東西應不應該存在 這件事就是 是不是所謂的自由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這件事就是 這件事就是1984 真理報 何謂人 那件事就是 人其實 在概念上 因為人其實一直來講 尤其是虛圓寫 虛圓寫其實所謂人 他不是指一種物種 生物上 他不是在生物學上 定義什麼為人 他是由一個所謂叫做 精神面 應該說精神面 或者價值觀 出發 去決定 以什麼為之人 自由意志 之餘之類 那類 自由意志 是其中一種 其實你會見到 是其中一種 而在裡面的就是 野狗和邁捷尼 其實他們之間的互動 其實裡面見到的就是 這群所謂樂園的人 其實他們只能夠生存在樂園 他們是沒有一個適性的 他們對外界的知識 是不了解 甚至說樂園根本就是一個監獄 你不會了解監獄以外的情況 因為對樂園來說 是不需要 我只需要困住你這群人 雖然我不知道樂園的運作 最終他有什麼得益 可能沒有得益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在故事裡面 他沒有去審究這個問題 暫於管理者的角度來說 純粹是方便管理 我覺得 這個故事裡面 亦都說到就是 樂園的人 是多麼依賴樂園的設備 尤其是那個所謂的Wi-Fi 無限小的Wi-Fi 那條回線 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的 是很大盤 安吉利一落到來的時候 就好像 看到他和野狗之間 那個好像大家的科技 和知識水平是超越 但一沒了一條Wi-Fi 廢人 安吉利好像整個人 就什麼都不知道 應該說他很多東西 其實他是依賴樂園系統的實質 其實你看到的 安吉利一開始問他 這部東西這麼厲害 射擊很準 射擊很準 安吉利其實很自豪 但其實與他無關 其實我有一個自動輔助系統 其實就是 是不是很厲害 我一聽到之後 就說 好像不是你的 你可以這麼自豪 為什麼你可以 他這麼噁心 那就是 他們一直在說優秀的東西 其實優秀 那件事是樂園系統優秀 不是他們人類優秀 之後也有說 他說要開車去那個城市 他說我睡覺了 你睡覺我開的 他說你開 全手動過的車 那就是 幸好就是 安吉利他不是一個 什麼都不懂的人 你都慶幸他 是沒有了他的負責系統 都還算是活動到的人 等於人類落落荒島 沒有人類問你這個系統支撐之後 都可能會有機會生存到的 可能要靠自己用完錢型的方法生存 而有趣的地方就是 就是在樂園系統生存的人類 他是把所有生物很基本的本能 是完全忘記了 所以好像其實有 安吉利他病的音節 其實說到 野光跟他說 你不知道你的身體 其實這樣出了事嗎 他說 我知道是出了事 但他認為是有肉體 就是會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生物原本應有的本能 他的所有生物應有的本能 其實是剝離了 這個不是本能 應該是認知 這個合理 因為他已經寫了肉體 其實已經不是一種生物 正常 果成都不是跟肉體的精神 就是回到肉體之後 被刀腳傷害 會痛 應該肉體會痛 不要理會他 這個說法其實你可以對比他後面 因為如果你說 他說病的感覺 我們用回我們俗語說的 就是 手重腳重那些 頭重腳重那些 總之不輸 但問題就是 當他根本沒有肉體這件事 過往而言 那對他來說 手重腳重 頭重腳重的感覺 是什麼呢 其實他不了解 所以他不以為肉體是這個感覺 但去到他後面 他又有相對應 等於說 Volantia Settel 和野狗說歌的時候 然後說 咦 現在好像很hyper 有趣 他又說什麼 對於那個運算 有所提升 但對系統來講 是雜音的東西 即他不會完全理解到 這種東西 所以 反過來 許分Angela的角度來講 他純粹可能覺得 這個是肉體有負擔的一個後果 或者這樣說 我會說 在野狗 託芳姐和Angela之間 其實野狗和Fontia 他們是什麼呢 他們是有所謂的感性 他們不是一個 人類不是一個 純粹理性的生物 因為 所有的定義論 人類是一個 純粹理性的生物 有些東西 你當然知道 它是有負擔的 當你擁有了之後 但是 不是說理性 告訴你 這件事有負擔 你就會去捨棄 而Angela那種是什麼呢 就是音樂的東西 其實他們是不知道 因為他們覺得 這件事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 是不會對 他的精神 或者人類的提升 有什麼幫助的 在樂園系統的定義裡面 不是 他的說法 又不是完全不知道音樂 他是不知道 什麼叫pop 什麼rock 他們可能只有古典音樂 他們只有莫扎特 他們只有貝多芬 這些音樂 他們覺得這些是人類提升 自我 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才需要的音樂 但一些就是重金屬 那些音樂 他們覺得這些是不需要的 可能盟哥他們也覺得是不需要的 這些東西 他們是很理性的 純粹說 這件事 我覺得 他是沒有內涵 正確的是樂園覺得 樂園覺得沒有內涵 其實是篩選過的 就是他一個分類裡面有很多東西 他篩選過 哪些東西要留下 哪些東西不用留下 甚至是 安慈體驗過很多 人類 體驗不到的東西 什麼 原始粒子結構 之間的震動 什麼beta射線的 空間聲響 這類型的東西 但其實你也會發覺 那些對一個人的提升 是有幫助的嗎 其實 其實是樂園覺得有 但以舊人類來說 就覺得沒有 那個感覺 其實你可以對比 就是所謂的太空旅行 即是當一個富商 或者一個物質生活很富裕的人 他想再試其他新的東西 他就會試太空旅遊 但問題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 對於你那個歡樂 或者娛樂方面 其實純粹是探索新的東西 但對於你那個 但探索新的東西 就是其實帶給你歡樂 是 但這件事其實 兩個不同的對比 你可以說是 或者這樣說 其實是 之所以為人 其實 在野狗的價值觀裏面 就是什麼呢 人的定義 其實是 每個人都不同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統一 叫人的定義 就是 人是靠自己的感覺 去確立自己本身的價值觀 或者他自己的一切 建立了所謂人 就是他自己定義 所謂人的獨特性 對 獨特性 這個其實是角色 亦都是福安德斯特說的 存在意義的問題 對 而 其實在他們來說 他們是沒有這個意識 其實 他甚至是叫做什麼呢 他只不過是一個 系統的一環 可以這樣說 就是在系統裡 甚至他只是一個系統裡的輔助 的程式 即是工藝一樣 沒有所謂的個人意志 所以其實 對野狗來說 就算去到最後 他們說 安德斯文藥野狗 為什麼你 應該收到很多邀請 去這一個 樂園 樂園 但為什麼你不會想去呢 就是說 當然安德斯他覺得 樂園很棒 又可以脫離肉體的枷鎖 又不會病 又不會肚餓 就是這麼正 很多他認為 就是 因為他覺得 其實之前有說過 人類會覺得有 滿腹感 其實是為了彌補 就是他肚餓 他肚餓 空腹感 這個彌補 就是他把這些 所有的東西 全部刪除 就是說 樂園好像說 你只會得到 一句好東西 是不會因為這件好東西 而因為一個副作用 所以要給你一件好東西 但是對野狗來說 就是我一切的東西 都是由你賦予的 一切的東西 都是由你去定義的 而且就是說 當去到這個系統的時候 野狗會覺得 我究竟 我在上面 其實我是在生存著 還是 我是在支配著 就是他不會覺得 上面是一個自由 他覺得一上去之後 他都說 他是一個家鎖 他是一個監獄 是一個監獄 就是他其實不認同 安全來的那種 那種觀念 而你也看到 在這裡會說 托方者 原來在故事裡面 會說到 他其實是一個人工智能 經過幾萬次的更新 之後 產生了一個叫做 自我 的意識 在他的程式裡面 就是現在霍金叫人 不要做AI 其實他是一個相當之理性的人 創造出來的這個自我 是相當之理性的 他是完全是 和你非非那種 那他不是四方形的嗎 你看到就是 他所有的一切行動 他是為了 將對方帶來的損失 壓到最低 甚至是沒有損失 他入侵樂園系統 是因為 他有一個 需求 因為他本身 在他的程式裡面 就是要計劃 將人類帶去外太空裡面 尋找一個適合的性格 這個是他當時設計者的任務 他繼承了 是的 他繼承了之後 而他覺得這個任務 他必須要繼續進行下去 在他的自我形成 甚至乎 可能在他設計的時候 沒有人去stop 他這個command的時候 他就繼續做 就是困惹這個程式 問題就是 當他本身的初衷 作為一件工具 他是要做這個purpose 但是當他成為自我之後 這個就是對於他認知裡面 最早的一個認知 而這裏呢 我會覺得就是 其實是一個對比 是的 我也覺得 機械人產生自我 產生自我 形成了一個 類似人意識的東西 而樂園就是 由人類 變成一個電腦數據 他們所有東西都是機械化了 形式化了 的東西 是兩個不同的進化的對比 而野狗就是站在這個的中間 他是作為一個救人類 中立 肉體 肉體沒有進化過 精神他都是指一個人類 應有的意識形態在裡面 其實這裏是三種人 他講這裏是有三種人類 兩種人類 應該說 有一種就不知道 是不是classic 還是人類 不是其實是這裏 對他來說 樂園來說 對他來說 就是下面那幫救人類 其實他已經不當是人類 他當是這個就是什麼呢 彭林絕種動物 非洲的生番 不用管他們 對於他們來說 是廢棄品 其實是 好像跟其他音樂一樣 不再需要 他對十方者這個人格 上去之後他們再定義他 他不當他是人 就算他產生了人類的意識 為什麼不當他是人 因為這個人 這個人種 超越了我 這個人的等級定義 所以他不是人 他不知道他是什麼 但是他就說 我不當你是人 人類對於一些 不知道的東西有恐懼 野狗是 他的認知價值裡面 確定就是說 這些全部都是人 只是大家的生活形態 或者雜性 完全不同了 但是他們都是人來的 對呀 你不是學生人嗎 其實十方者系統 其實他跟野狗的觀念都很相似 不是 其實是越來越相似 因為他產生了人格之後 他有人那種 但是他不當自己是人 因為他覺得 他不是由人這種生物演化出來的 所以他不當自己是人 他只是叫自我 他叫我 他不會叫自己是人 而賦予人的定義 就是最終野狗告訴他 其實你已經包含了我們人類 很多一切應有的東西 但是你要不要忘記這東西說出來 其實是在野狗的主觀角度去想 野狗賦予 就是野狗賦予 所謂的救人類 將會被滅亡的人 將會滅亡的人 將會滅亡的人 去創造出來的東西 而由他賦予的定義 就是 其實你是人 其實他的故事很有趣 他從頭到沒有說過 樂園系統其實是什麼 是沒錯 究竟他是人還是西比斯 西比斯 還是他跟Volantia Sector一樣 都是人工智能 你不知道 甚至乎是進階了人類最上階層的 所謂的人 而你見到十方者 那種是叫做 因為被野狗定義 或者說 他是將人類美好的一面 全部傳承下去 在他的系統裡面 就是經過他 其實他所謂的update 其實就是什麼呢 進化 他每一次的進化 其實我甚至乎是覺得 樂園捨棄了的東西 就到了他的update上面 可以反過來 你可以說樂園的人是缺陷人種 因為他欠缺了一個所謂完整的人 其實我覺得虛冤 這個純粹是我的解讀 樂園是一個叫社會的生物 他是一個叫社會的生物 人只是他裡面的器官 齒輪 他不是一種生物來的 甚至是 對他來說 因為現在其實所有事情 因為野狗也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安治理人生價值觀 我要怎樣可以在樂園獲得地位 我就是要不停去工作 去告訴樂園 證明仔 我有價值的 我是一條盲腸 其實我也是很有價值的 告訴你 你不要割了我 是很有價值的盲腸 我是一條很有價值的盲腸 其實你不要無故割了我 或者把我凍結 就是他們每個 這些所謂我叫做細胞 這些樂園裡面的人 每個人都在宣示自己 我是很有功用的 我是很有功用的 他也問過 既然樂園是自由的 一些不喜歡做事 做有36 不做有36 那你是不是都給36比我 我可以的 128比就更加好 要視乎樂園有沒有給他一個底限 但我好像看動畫 樂園有上限 有說是會圖櫃 樂園硬件是有上限的 其實他也不是一個無窮無盡 可以接入所有的一切的人 有相確 他說樂園硬件有上限 但看到機械人可以不停有先進的武器 他之前拿來做機械是否給人用的 不是 其實他那裡是這樣說的 你當樂園是一個Hard Disk 這個Hard Disk裡面 Data Center 它是有100TB的 100TB其實以人類社會來說 其實就是錢的總合 而其實這件事就是 這100TB可能 平均分給那98%的人 大家是會獲得一定程度的 但他不是用一個均等分配法 他決定就是說 這個人 可能說他出生之後 他會有1300小時的時間 還會保持人類 我不知道是不是 新手教學模式 還有300名空間 還會幫他 好像西美斯系統 去定義 你這個人的資質是什麼 所以甚至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沒有說 是有些人就會說 這傢伙要他知道 麻煩 麻煩 刪掉他 是可能有這些人 因為那個Hard Disk 其實是有限度 每個人其實是爭取自己 可以在Hard Disk 其實這個就是 等同於現實社會 資源有限度 資源是有限的 這個世界 不是無限 不會是可以供應給全世界的人 甚至不可以公平 完全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 就是每個人都不是可以 在無限度去獲取 樂園的一些資源 所以其實就會有所謂的分配 不是就是階級制 就是所謂的階級制度 他會有所謂的 每個人都要為這個 自己不會被壓殺 而去努力向上爬 就是他對樂園來說 就是這種所謂的提升 因為有競爭 才會有進步 他只是另一個階段的人類社會 其實他是封建社會 那些東西要變回 不是 他在國外表很高 但裡面的運動和舊社會 沒有分別 不是 其實 I am說的是 有一定程度相似的 對這個社會來說 他是沒有所謂多元發展的 因為整個規則都是樂園決定 不是由人決定 例如說 OK 我 刪了出來之後 樂園覺得 你應該是做這個文員是最好的 但其實原來你做漫畫家其實是更加好 但對他來說 漫畫家這些東西其實是樂園不需要 就算我刪了你 你是一個漫畫家很厲害的人 但是他說 這個世界是不需要漫畫的 你跟我去做文員 但現在因為這樣 而可能他文員的資質其實只有B 他做漫畫家的資質是SS的 但你是壓殺了他人類的多元發展 他可以選擇自己的發展 就算這個發展是錯的 簡單來說 我們經常說配錯點 你發掘錯你的潛能 其實那個不是你的潛能 是你的弱能 不是低能 是不給世俗所容許的才能 但是你是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當你選擇這樣的話 你只能夠剩下64bit 或者128bit 或者剩下32bit 不是 我開心說 哇 玩舊遊戲 就是剩下這個程度 那麼8bit 是的 是剩下這個程度 其實他甚至說到 其實壓縮了之後 根本上那個人等同於 就是凍結了 其實死了 只不過是落後 可能說有什麼需要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說 不夠人了 按摩幾個出來 不夠位 不夠位 就押縮了這些 壓縮了的檔 我想大家 用一個對Hard Disk的操作 去想落後這個系統 其實我想是會很了解的 你會知道就是 你下載了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在這個程式 有些程式 Windows 你是不能刪掉的 嗯 而 遊戲或者圖 其實是可以上過的 Windows不是絕對的 還有其他系統的 還有其他系統的 Windows也可以刪掉一些東西的 那些是裁員 那些是 那些是 殺人還是裁員 裁員 在Hard Disk的理論 就是裁員 裁員 精簡架構 是不是很聽一點 這個字眼 資源合理化 對 所以我剛才會說 根本上 在樂園裏面 樂園是沒有人類這種生物 樂園只是一個叫社會的生物 因為其實是 社會需不需要這種人 不是人類需不需要這種社會 或者人類可不可以再創作 就是我不適合你這個社會 至少在我們 一個多小時裏面的 劇場版裏面 我們沒有看到 樂園的人 是否可以說 沒有問題 你覺得我做漫畫家 這件事不需要 你可不可以放我去地球做漫畫家 至少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這些 或者純粹 阿叔就把你騙殺了 其實他會是 你甚至乎在想 樂園是否唯一的系統 會不會有第二個系統 叫做地獄 不行的 你這樣想 查看那個界 那應該沒有 而且我最關心的是 其實他說樂園說得很少 但反過來我想 其實如果他在一個系統的管理下 會不會有一件事叫做創業的呢 分中是沒有的 應該沒有 所以我不是說他不會有多元發展 其實應該沒有 如果是的話不會有進步 你是完全規限一個固有的東西 你不會有進步這件事 因為你不會有創業 但木機限有異形的 有後續牛機機 不就有僱有的人 去負責做這些事情 但他不會創造新的 未必需要 樂園系統 他是不會有篩選的吸收 但無論野狗也好 或者拖方者系統也好 他們不會對一個價值觀 做出一個批判性 就是說他是有用還是沒有用 因為有用和沒有用 對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同 他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神 人類不是一個神 人類是沒有資格去批判 這個萬物究竟應不應該存在 但其實樂園系統 他是在做這個批判 這件事是不應該存在 他正在做神的位置 所以為什麼會有三主神像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 根本上對他來說 他們覺得自己是神 不做神就做教主 對呀 安姐上去之後 跟三位上司 三尊石像去報告的時候 三位神就說 你的任務只是完成了一半 為什麼你要回來 我們的任務就是 調查清楚之後 如果發現他有危險 你應該要將他剷裁 危險是我定義 不是你定義 其實應該這樣說 他用樂園這個字眼 他自己表明了一件事 安姐尼就像夏娃那樣 他下去下面世界 他吃了所謂智慧的果實 金果 他有了獨立思考 這個細胞有獨立思考 他再不是一個單純為樂園服務的細胞 他已經被野狗帶壞了 我這樣不知道 他寫了海姆之後 寫了很多東西 然後再問 其實他那裏就是 再問安姐尼說 你現在我再派一個任務給你 你下去和我 堆壞了這個十方者系統 你願不願意 其實真真正正地說 是以安姐尼 他真正自己去做一個抉擇 不是由樂園的觀點出發 是由他自己的價值觀出發 他不願意去做一個抉擇 因為他覺得 這個十方者系統是無害的 他是沒有惡意的 他接觸過才知道 而樂園系統很顯然 他不容許有批判思考 他完全不容許一個人有批判思考 這樣的話 當你沒有批判思考 你是否一個人呢 他決定什麼就是什麼 就要執行 最後一場大戰之後 其實十方者其實是有邀請過 最終樂園都是沒有人肯 其實都不知道有沒有播出來 有什麼BOSS呢 其實我一播出來 為什麼有播 你說叫做什麼 這群人沒有落去地球 沒有嘗過所謂的感覺 不是 其實那種情況 好像Cycle Pass 在街上當中有打人 殺人 那種旁觀者的感覺 一模一樣 因為他們不了嗎 沒有理由 樂園是最好的 樂園是最好的 即是他們不認知 樂園以外的損殺 即是幫他們宣傳 你們一個人工 22K 然後這裡 220K 7人來的 告訴你 他們還有沒有人工 會不會都沒有 他們的駕駛觀 除了樂園之外 已經是沒有其他 樂園以外 其他所有地方 都不是人類應該生存的地方 所以其實他也問過安傑 他們兩個都問野狗 是否願意和他一起探索 野狗又有衛高 太空 而安傑就說 安傑拒絕他的理由 他對這個所謂現在的地球的認知 還是太少 所以他拒絕了 但這一點其實 我覺得那個不是理由 其實那個 那個是理由 其實是已經喜歡了野狗 就是要留在野狗座的世界 他對比起霍方者 他不關他自己的人類 他未夠資格上去 就算好 代表人類這個文明 他跟他接觸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不是 未夠幫他 會這樣理解 有馬的解讀 其實也可能是對的 因為安傑說 其實他對這個世界的了解太少 因為其實 無論託方者 他對這個世界的了解 是深度我媽媽都不認得 甚至他凌駕於現在 在地球現存 現存裡面所有的生物裡面 他是 所謂最高智慧的生物 你看一下他的戰鬥力 因為有馬的說法 其實也回應野狗 最後講的 就是 他跟阿富汗聽了 他講 你可以作為人類的代表 去跟外星人說 hello 他殺辣 就是反過來 就是有馬說 有馬說那個說法的 reverse 就是 Angela未夠了解 他作為一個人類的代表 去處理這些事情 野狗知道 他還是人類 他脫離不了人類的劣根性 或者其他事情 而安傑就說 他好像是一個進化了的人類 但對他來說 其實 很多其他一些未知的事物 他很多是未了解 都是空洞的 而十方子系統 這個所謂的 習大成 他沒有去做任何的篩選 他把所有人類應有的東西 融合在一起 他叫做什麼 你可以叫做 老女 他是一個人類的珍善美的 盤賽 的綜合體 所以野狗知道 他有資格代表人類 因為對他來說 其實是由他裡面 很多行為去表現 野狗和安傑都問過 他 其實如果你有這麼高的科技 你可以這麼粗 去搶一些 押忍的檔案回來 也好 去裝他 帶去 甚至打爆樂園 打爆樂園都可以 他可以取代一切 但這個沒有做到 因為他知道 他沒有這樣的權力 去判斷究竟 這個系統有沒有生存的價值 他都說 這個系統有90%的人 都賴以為生 他不應該因為他自己的一己私欲 他就是騙殺了這90%的人 而他一直強調 我追求的是民主 我是用這個民意調查 你們想去就來 我不經過政府 因為他知道 這個樂園的政府 是不會認同他的想法 而是說 我現在不是問你樂園 不是這件事 我是問樂園裡面 所謂我定義的人類 每一個人類 每一個人類 究竟願不願意 是你們個人的意願 可能他們被樂園系統奴役很厲害 但會不會當中 其實他有些個人的思考 或者他會有挑戰這個未知世界的勇氣 或者他的慾望 而他願意跟神方姐搭上這個未知的旅途 其實是很民主的 這個神方姐和阿神菊是很民主的 這個奧牌黨是很民主的 所以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他有很多 虛冤 其實他很多套的劇本裡面 都有帶出的一些想法 其實這套東西其實融入了很多東西 很多很多 例如你說一開始很有趣 Angela他變成一個人 整套綠色已經想起沙爺的 其實你說到後面 你說回沙爺的故事 其實他也是外星人和人 你可以說 但問題就是說 在於主角的認知裡面 外星人才是人 人是怪物 這裡你會有個相似性的機械人和人 究竟你要理解 你說跳回鬼哭街 鬼哭街最後就是 你要把五個分碎了的零 把你的人格變成數據 然後切成五份 再倒在一起 究竟是不是還是那個人呢 那也是有這種概念 所以你說虛冤他十年前的劇本 其實已經有類似的東西在這裡 所以你說對比你看過他舊作品的人 不是一套很特別的東西 沒錯 他一直在說 人的定義是由認知去做出發點 並不是因為你擁有某一種特質 而你就是為之人 他不是在說這件事 對虛冤的世界觀來說 人不是一種生日的定義 人是一種價值存在的定義 其實是一種很虛無的 很籠統很虛無的 很籠統很虛無的 虛冤很擅長的正義 稱呼來的 用回他鬼哭街裡面的比喻 就是你把一杯水分成五份 然後把這五份再砌一會 其實是同一杯水呢 你不可以用人 擁不擁有某幾個結構 而定義那個東西 就是那樣東西 這個不一定的 他用了三個不同進化歷程的人類 去表達他這件事出來 其實他沒有說這三個最綜合的人類 沒有他不會說這些 留給讀者自己分析 他一向都不會說這些 故事層面就是這裏 但其實在畫面上 就是用3D 是時候說畫面 用3D用得很大 用3D用得很大 他全部都是3D唱歌 大家覺得戰鬥畫面怎樣 我覺得很可以 戰鬥當然沒問題 有談好打算落地下 整個流程很流暢 人就是一個問題 人也不算是太大問題 我覺得他有一個最大的敗筆 他的敗筆就是 他放棄了他 不算是早期人切 他本身其實我不覺得 他覺得女主角應該用雙馬尾可憤 因為如果 那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有 即是你會玩 或者你有見過3D模組 這些作品出來的效果 你開玩笑的 不是的 你見過那種可憤 拼頭髮拼頭髮 他很明顯那種3D的感覺 你是很難和你過往看2D動畫 畫出來搜刷那種 因為那種電腦計算 其實反過來是喪失的真實感 因為他那種拼頭 其實有少少是 總之他會向下面地心吸力慢慢拼頭 那就是失真的 反過來是 過度演算出來的效果 我明白 I am講那個問題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他拼頭髮的可憤 前面你不覺得有問題 你一拍他後面 你會發覺問題 就好像 Synone Anokis 那個問題 就是他 等於他的棋舉子 他後面拍頭髮的位置 那些顏色是一坨坨的 其實不是做法師的效果 他做的那些純粹是一個 頭髮的shadowing的效果 但做出來其實會是 生眼的 反過來講 他有個別的畫面 他是有做2D動畫修正的 但大部份純粹是 指於畫一些很近距離 大頭的close up 只要半身像的位置 他已經不做了 所以如果當那個鏡頭 一來回轉接的時候 就會很明顯地突压 其實另一方面 就是因為本身裝了兩個 G&G Hi-Fi在前面的問題 其實你看到很多時候 這些動作 拍空不拍人 本身骨架的動作是流暢的 但因為索吉德空太厲害 你發覺就是 其實他跟頭髮的地心吸力 那個問題一樣 你見到是突然之間 對那個位置 是不自然的 你覺得就是 應該罵水島還是 應該罵虛遠還是 應該罵誰 令到很多時候 尤其是 徒手打那幾場 本身的動作 那個流暢度 其實是很好的 功夫打的畫面 其實是OK的 但是敗不再就是 所謂的頭髮 和身形 身材 因為其實他會跳不出一個很大的 因為如果大家去找一下 或者看過 如果你看過樂園追訪這個女主角 做的MOD的模組 出來的另外的動畫 你就會覺得那套東西是很明顯 因為其實他這種人設是很跳不出 故有MOD的問題 就是很誇張的身材 加長頭髮出來的必然敗不效果 他只不過用劇場把大螢幕去做一些你們暗底下做的事 而問題在於 我覺得他採取這種方式 其實是因為 他是最能夠容易 他不是表現得好 最能夠容易 他會表現一個角色的動感 是 我不會否認 這件事才是這件事他選擇 我不知道 當中涉及多少%的個人喜好問題 因為你的角色太瘦 其實打起來就像筷子 短頭髮也會有類似的問題 你可以短頭髮 你可以是 到肩膀 或者有條短尾 但他用長可粉 你會看下去效果好像好 但半肢然就是剛才說的問題 而你會見到的其實另一個問題就是 在行路的時候 因為安傑那隻腳 他是那隻機械腳 你當高端 尤其是他走出來的 其實他是有些不自然的 他走出來是不自然的 當然他會用一個故事去包裝 不適應 但你會看到無論打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隻腳 他用支點 那隻腳的支點是很奇怪的 因為我覺得他是3D模組的問題 3D模組的問題 3D模組的腳碰地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他就用了一種這樣的鞋子的設計 去避免那件事 他不想讓你看到那隻腳用力那一下 因為是處理不了 因為是沒有支點的 如果你看到那隻腳 如果你看到腳掌的話 其實應該是他出腳那一下 其實應該是前腳掌那裏 是會用力的 腳指弓 是會鼓起了 但是你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可能有做得到的 不過他不會去消灰在那裏 他不會去消灰在那裏 他消灰在那裏 也不會去消灰在那裏 給我講 還有你看到 其實他不會去消灰在那裏 其實他不會去消灰在那裏 比如說他不會去消灰在那裏 他不會去消灰在那裏 而且反過來,你看女主角和男主角,兩個對比下去 女主角的動作,你覺得那種突入感沒有那麼重 你對比男主角,男主角那種3D模組的感覺像 大家可以看回Sinonia No Kiss 或者看回蒼藍鋼鐵那類的作品 因為裡面的角色其實不是那麼多有這種可憤或者巨語的身形 你再看回那種模組,你就不明白我說什麼了 因為你如果沒有一些誇張的東西就很明顯了 她不是因為沒有巨語的角色 她是因為本身李樂園追放裡面女主角,她是穿緊身衣 緊身衣,緊身衣還要我叫做什麼呢 那些人所謂稱為的八字胸 其實就會更加明顯有這個問題 這個才是當中裡面最大 她不是用很高… 我剛才說過頭而已,頭擺動,說話的頭擺動 因為如果你留意三個說話 譬如說他們去高空天台偵測那段說話 那種額頭是跟你借的招財媽是有得揮的 完全不像一個正常人說話的頭擺動 背紙下面那個唯一一個支點上面… 因為她的頭髮的擺動和頸的擺動 配那些東西死於眼,你可能覺得眼的問題不會很重 但整個頭的擺動是有問題的 當然,她這方面去到機械人的絕對沒有問題 機械人當然沒有問題 機械人那方面絕對沒有問題 那個死人球 不要說球啊,石波 只是球而已 不過還化了而已 其實我這樣說 虛冤做機械人是… 我覺得她對原型是有一種… 是一種癖號的 我拖頭了 究竟是虛冤做機械人還是Nplus做機械人呢 她好像不關機械人負責的 因為Nplus大家都知道 她過往是用很多的3DCG去包含在故事裡面 沒有啦,你說很舊時代的也有 你說近代的也會有 所以其實她做這些3D類型的CG是很common 如果我沒有看過海霧的話 我可能會贊同這件事 但我看過海霧的話 海霧每個都掉出來都是一個波子掉出來的 我就說我很難否定虛冤對球體的物體 有一種異常的癖號 所以她跟水刀正義是可以這麼合格 因為GN Driver是能夠成立 不是,所以水刀正義也像了波子 大家可以看到其中一張就是 虛冤就是女主角1比1 對,1比1 你就會看到她對球體的喜好去到什麼程度 這只是你的推測 或者是我的推測,這是我壞的 不是,沒關係的 她那套碟的特典 她有一個日曆的年曆 那個年曆的圖我都會照樣貼出來的 我有,我看到她的圖是挺漂亮的 2D的話就OK的 都是很focus on女主角的body 我只可以這樣說的 OK的 你可以看到在劇場版裡面 是無時無刻都要 尤其是早段的時候 無時無刻都是為了掃 這個當然我覺得是 在現在這個世代裡面 服務這一類型的觀眾是必須的 女主角一定要九索 如果不是最少沒有了一半客 我覺得這樣不會 我也肯定會是 其實再加上升優的加持底下 安傑的本身也是奧嬌 其實她也是有少少 不是,有些人不喜歡她巨語 16歲是合法的 是不喜歡定功會巨語 那問題是 16歲已經是合法的 那你就鬥神樂過來了 只差一個Aru在後面 所以整體上 這套東西 開頭有留意 應該說都很留意 但我看下去就說 這份我覺得 你有沒有看過虛冤的作品 也好 其實這套作品 看下去其實 你有看過虛冤的作品的人 你會知道 可能說你很熟悉 虛冤本身寫故事的架構 就是她想表達的一些東西 這套東西 是一套 我覺得一個小結 我不會叫總結 在她人生的腳本裡面 至少沒有斷頭先 老實說 如果對她來說 我有斷頭 就是求看的未總結 對 學者來說 都是一個球體 對頭來的 所以 我很難懷疑 我是經過很多資料搜集 我都很肯定 在我的個人角度很肯定 虛冤是對球隊有一定的愛 對 不是她不會喜歡莊甲騎兵的 你要明白 哈哈哈 OK 哎呀 糟了 我只是想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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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而你沒有看過虛冤作品 其實你看這套東西 其實 他的反烏鶴方的訊息 其實在這套裡面 我覺得是相當明顯的 我覺得可以吸引到 未看過的觀眾 去嘗試去玩虛冤作品 當然大家適可而止 有些作品 你什麼意思 你不是太接受的 或者你找一些相熟的人士去介紹你 湯原那個人介紹你 都是教授最近那套給你的 我們節目有說過的 哈哈哈 可以翻聽一下 我們以往有說過的 我跟著想說鬼哭街 看看有沒有人 是的 這個是 在 鬼哭街有一般相版的 田川沛的 因為原本女主角沒有聲音 這套東西的評價真的挺高的 無論你說 其實他用3D方面 就算剛才好像有我們所說的一些問題 但其實 他不會去遷就 其實你看到就是蒼藍鋼鐵也好 德羅尼亞騎士也好 他們是採取一種 不需要你會傷害的問題 因為他們把環境打得很暗 暗到這個世界根本上只有一個黑暗的世界 是不是很光的 這個世界 頂多給我一個黃昏 就是這麼多 沒有光是不用畫影 是的 他做動作裡面 但是這一套裡面 你先不要理會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鑄頭髮 或者他身材的問題 他其他動作上 其實他處理得不錯 我覺得 因為他本身叫做什麼 他放棄了 就是說 阿仁剛才有說到的 就是他原本的祖母裡面 那個結構者 因為他要用一個 類似2D 或者動畫的形式顯示 他在某程度上 一定是放棄了一個細緻 其實他裡面 我覺得 大家也應該能夠接受 他的圖片 在這方面 我覺得 其實對我的認知有落差 因為最早看到 有這套作品出來 大家都知道 那個網頁什麼都沒有 只有白板 一幅圖 你看到 那件事 就是 還是一幅2D的CG 看來 OK 整件事都很合理 但是 出來變成3D 然後 效果 就覺得始終會有落差 這一套 我也是 挺建議 大家 未看的 聽眾 不妨 就 找回來看 看一看 對 怎麼看一看 一看就看 很難看一看 看看你對不對 看看你是不是要探討 這個人的定義 對 如果你想更加 現在又聖誕節 又12月 當年 03年 就是這些 已經花那麼多時間出沙爺 很應該回去玩 對嗎 對不對 對 我們不搞 聽眾聚會 大家一次過補回 大家一起去吃 杯麵味的果凍 聽眾就會聽過 對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